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4号下午在北京出席东盟与中日韩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领导人特别会议 会议以视频方式举行 李克强表示当前疫情在世界范围蔓延 病毒是人类共同的敌人 任何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 习近平主席在20国集团领导人特别峰会上 倡导国际社会坚定信心齐心协力团结应对 东盟与中日韩应当增强命运共同体意识 凝聚共同意志和力量 拿出更大决心和行动 发出东亚国家风雨同舟守望相助的信号 争取东亚地区早日战胜疫情 李克强就抗疫合作提出以下倡议 一是全力加强防控合作 提升公共卫生水平 各国密切协调配合形成合力 遏制疫情蔓延 中国愿通过无偿援助和商业渠道 向东盟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 支持世界卫生组织 在全球疫情防控中发挥领导作用 二是努力恢复经济发展 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进一步减免关税 取消壁垒 畅通贸易 促进投资 相互开放市场 为重要和急需的人员往来 开设快捷通道 稳定产业链供应链 争取年内如期签署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三是着力密切政策协调 抵御各类风险挑战 妥善应对疫情带来的金融风险 为本地区提供稳定力量 采取措施保障 本地区粮食供给和市场安全 与会各方表示 面对疫情带来的空前挑战 东盟与中日韩应展现团结 协调行动 加强经验交流和信息共享 推进地区防控机制化 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畅通 稳定市场信心 相信战胜疫情后 东盟与中日韩的合作关系 将得到进一步深化和拓展 王毅和立峰出席会议 相对不是 全新链 peer益路 呆 steering 奖通知 支持 勾摄 业 脑